哈喽大家好 欢迎去看本期的视频 这里是摩托人咖啡研究所 我是你们的所长 本期的视频进度条如下 前半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两台咖啡机的区别 该如何选购 后半部分我们还是去解决一些 大家日常在使用咖啡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问题 因为说实话最近出的一些 长得差不多的咖啡机有点多 它们的外观大家也看到了 它们的性能其实差异并没有很大 所以关于咖啡测评的部分 确实是没有太多东西要讲 尽可能的解决一些家庭用户常见的问题吧 今天要看到这两台咖啡机 大家也看到了 那首歌怎么唱来的 老虎老虎 不过咖啡机长成什么样 不是很重要 咖啡机是不是一个敞出来的一页 不是很重要 关键还是这咖啡机好不好用 能不能做出满意的咖啡来 你们说对不对 你们千万别再问我 谁是谁跟谁是谁是不是一个敞出来的 有些机器神似90%以上 这还要我说吗 但是我可以说就是生产这些咖啡机的厂家 它还是蛮厉害的 所以即使有很多外星长得差不多的咖啡机 你选一个自己满意的就好 不用太介意说这么多品牌都去找一个厂商去生产 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如果全网都只有它能够生产出这么多机器的话 换个角度讲有点意思 好了我们还是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两台咖啡机 东霖5700P和还是C5 还是C5就是最近新出的一款 它们的外形它们的结构它们的材质 我就不介绍了 因为肉眼可见 其实都差不多 不过还是有单独两个配色 跟东霖5700P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配色的风格 所以虽然它们的外形极其的相似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人会对它们的颜色有自己的喜好的 然后来说说它们的其他区别 第二个区别是它们的研磨 在研磨的时候东霖需要顶着把手 让把手顶着开关 它可以持续的研磨 那还是这款你可以将把手顶一下 它就会定量的出粉 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体验上会稍有不同 但是这个体验不直接影响你做咖啡的口感 区别三还是这一款是双加热块 东霖是单加热块 所以东霖需要分开的萃取和大奶泡 并且在切换蒸汽模式的时候 需要一个时间 还是C5它是双加热块 有蒸汽加热块和萃取加热块 所以你可以同时的萃取和大奶泡 可以让你做highway的速度更快那么一点点 其他好像就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当然它们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我们和这两个品牌都有合作 是有粉丝价格的 5700P是2999 还是5C是3680 那么它们是有一定的差价 这个差价主要体现在这个加热块上 所以如果你本来就在这两台机器之间做选择的话 希望前面那段内容可以帮到你 反正选机器这件事 看你的需求 看你的预算 看机器的颜值 买回去之后 你就要研究两件事 第一 咖啡机怎么用 我们的视频里有教你 第二 买对咖啡豆 我们的网店有卖你 我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 我们只是顺便给大家提供一下优惠的渠道 更多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内容教会你怎么把机器用好 把你买回去的不管是哪一款的机器 都做出直接满意的味道 所以你们要买哪个随便你们 我们先把机器的事情放在一边进入我们的第二环节 最近有被很多网友问到的一个问题是 我的机器每次在自动萃取的时候 会出来60多毫升的咖啡液 但是我只用了15克的咖啡粉 和你平常说的粉身比不一样 是不是我的哪里操作不对 ok这个问题在家用机 在半自动咖啡机上还是非常常见的 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你要明白咖啡机的按钮 咖啡机的定量单份双份 咖啡机的自动萃取 它是帮你完成什么工作的 其实他们只是固定了一个萃取的咖啡液的量 理论上如果你的粉碗里面的状态是相对稳定的 那么你只要通过这个定量的按钮 可以做出相对稳定的 一致的就每次差不多量的浓缩咖啡 好理解吧 但是问题在哪里 大家买回去的咖啡机 我们在调整研磨度的时候 我们在选咖啡豆的时候 那不同的豆子 不同的烘焙度 不同的粉量 不同的粗细 它们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 我们最终出来的咖啡浓缩液的量 所以你们看我的视频 我从来不会教大家用自动萃取的 这个模式 更多的是建议大家用手动萃取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量杯 或者一个电子秤 量杯的话可以看毫升数 但是浓缩表面的那一层 CREMA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其实是泡泡的油脂 CREMA跟浓缩液 刚出来的时候是交融在一块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如果看毫升数的话 很有可能会找不到中间的交界线 误差要比电子秤大了很多 所以我们更建议大家买个电子秤 通过重量 重量是最准的 通过重量来判断你的浓缩液的量 然后再根据我们建议的粉水比1比2 粉的话要根据你的粉碗大小 你可以试试将你的粉碗装平 大概是什么样的量 那在这个量的基础上 出这个量两倍的浓缩液 通常理论上来讲 这杯浓缩是相对正常的 如果你的浓缩一滴一滴滴下来 滴得很慢 或者你的浓缩一泄千里往外喷 那说明你的量或者你的粗细是有问题的 关于咖啡粉的粗细和量 对于萃取的影响 可以翻我之前的视频 相信会对你做出一杯好喝的 自己满意的咖啡有所帮助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里是目的是咖啡研究所 我们希望银河系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出 或者喝上好咖啡 我们下期再见